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咱们说讲到一个推荐 用的是ALS推荐 推荐的方法就是训练一个ALS的模型 通过这个rating 就是评级数据 先训练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数据我们是在哪找的 我们是自己在另外一本书里找到的数据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Data2 Data2 对吧 在Data2当中二号用户 看一下二号用户里边是不是有01256 他买了五款商品是吧 对吧 他买了五款商品 三号用户买了四款商品 对吧 四号用户买了四款商品 那么我们在 在这里边啊 其他有个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推荐模型 对吧 它里边直接就有一个推荐商品的方法 看见没 recommend product 直接有推荐商品的方法 那么推荐商品的方法 它有参数第一是用户ID 就是你要向谁推荐 第二的话呢就是你要推荐几款商品 那里吧 对吧 所以他会把用户还有这个商品个数取出来 它的返回值是为一个rating 对吧 就是每一款商品它有个评级 那可以了 那么他说推荐商品给用户 参数呢就是你要推荐给的用户 第二个参数就是你要推荐给它多少多少那种产品 对吧 返回值的话就是评级 就是每一款商品和它的评级是多少 评分吧 那么我们说给第二号用户推荐五款商品 好像有点少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我们的样本数据里边 二号用户已经买了几款产品了 是不是五款 对吧 它已经有五款商品了 就是01256吧 对吧 01256其中这个是256的评分是不是很高啊 对吧 所以我再给二号用户 推荐商品 我说给它推荐五款商品 它打出来的指数多少 这个就是它打出来的指数 我再算一遍 你看 商品的话是 25613 25613 它推荐了几款商品 它推荐了几款商品 25613 对吧 25613 那跟 跟它当时 跟它当时的数据不一样吗 25613 0没有是吧 对吧 对吧 是不是多了一个3啊 对吧 你看 原来的数据呢 是 01256 但是我在经过计算完之后 我推荐给你的是多少 是12356 对吧 那么1的话的评分只有几 1.9是吧 1.9是吧 我们看一下它原来指多少 差不多是吧 1是2.0 然后呢 然后就是2的 2的话是2.5 5.0吧 对吧 2是5.0 它是5.0吗 看一下这个 没错是吧 2是5.0 然后3呢 3是1.34是吧 3 它有3吗 2号用户根本没有买3号商品是吧 对吧 它并没有买3号商品 但是给它推荐的3号商品 并且这个分值是1.34 这个对不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2号用户它购买3号商品了吗 没有是吧 它没有买3号商品 但谁买了 1号用户还有3号用户吧 对吧 还有谁 还有4号用户是吧 4号用户给它打了0分 它是5分 它是3分 平均分是几分呢 8分除以3是吧 2点多 对吧 2点多 那么它给的1.几 1.34是吧 对吧 那说明什么 它也没按照这个相似度去算是吧 它没按照相似度去算 它是按照这种一个均值的方式去算的 我们再看一下3号 4号呢 没有4号 2号用户它买4号商品了吗 没有是吧 4号的话 这4号吧 它是5分 它是3分 它没买 它也没买 然后它推荐5号了吗 5号有吧 5号是4.9 因为人家自己就买过是吧 就5分吧 是4.9 6号呢 6号是4.49 差不多是吧 它4.5 所以以上呢 是对谁 是对2号用户 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推荐 但是我现在想给2号用户 多推荐几款商品 再多推一些啊 那其实也没用了 对吧 因为咱们直接调这一个方法 就搞定了 我要给它推荐8款产品 一共才几款产品 一共才7款产品 是吧 你给它推荐8款产品 它够吗 一 是不是就是7款啊 对吧 那这个评分是不是降续啊 是不是降续的 看什么 首推的是解 2号商品 2号和5号吧 对吧 因为2号和5号都是4.9 看一下 2号是5 5号也是5 对吧 所以它俩是先推 然后6号商品 6号商品是4.49 是吧 看一下6号商品 它买过是吧 所以它是4.5 就是4.49嘛 然后3号商品 3号商品是2.2 3号是这个是吧 它并没有购买过3号商品 但是其他的三个人 是不是都买过 对吧 都买过 它呢是5分 它3分 它是0分 对吧 那么算下来的话 也就是2点多呗 对吧 2点多 所以它应该取的是个均值2.2 对吧 再看4号商品 4号商品 它并没有买 对吧 但它分值很低吗 2.1 是不是 2.1哪来的呢 4号商品它是3 它是5 对吧 它没有买 它没买的话 这是几 这是8什么的 对吧 它没买 那它算的什么 算的也是一个均值吗 8 加它俩 应该是除以2的吧 除以4的是吧 2点几 这是个2.1 是不是 然后1号商品是多少 1号商品是2.0吧 1号商品它买过的 对 它买过的就是2.0 还有这个9号商品 还有就是0号商品 0号商品是0.999 那就是1了 对吧 这个值 所以说它的确可以把所有商品都推荐给它 但是它有一个评分 这个评分是按什么 按照降序来排列的 对吧 所以真正用的话倒是很简单了 前面那些个什么预测 你都可以不用了 对吧 你看这个 我把这个图定 因为我拿到模型之后 我直接就可以推一款商品 我直接就可以推一款商品 推荐用户是吧 向哪个用户推荐多少商品 人家已经封装起来了 你要做的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模型算出来吧 看见没 所以先去加载这个文本文件 就是训练数据 加载训练数据之后 然后开始映射 把这个数据映成什么 映射成这个 对吧 对吧 把它映射成 rating 然后呢 通过这个ARS对象 去训练一个模型 把这三数传给它 模型得到以后 就开始推荐商品 那我想问一下 当前在我的用户列表里边 有没有5号用户 有没有 是没有啊 对吧 一共就四个用户 但是我想向5号用户推荐商品 怎么样 有问题吗 什么意思 是不是没有这个元素 对吧 它根本没有这个元素 如果我要想向他推荐 我起码得在哪 得在这里边加一个用户 对吧 那我就加一个用户 5号用户 他就买了一款商品 可以吧 5号他就买了什么 我们说他买了0号商品 他给的评分很高 就是5分 这可以吧 不对 0号商品好像分值很低啊 都给1分是吧 他给1分 他给了5分 是吧 4号用户给了5分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要向5号推荐商品 推荐8款商品 他手推的是不是1号商品 是不是很有可能 对吧 看不 5号用户他先推谁 先推0号商品 他打了5分嘛 对吧 然后又推谁 2号商品嘛 对吧 2号商品是推荐3.8分 2号是谁 这个是吧 2号商品他对 他5分他5分他是几分 他也是5分 他把他也推荐给谁了 推荐给5号了吧 对吧 他把他也推荐给5号了 那这个行为 那这个行为 我觉得他这个不太合理 0号明显是臭豆腐行为 对不对 就是这些人都不喜欢他 就他喜欢这个 对吧 所以说你跟那些人根本就格格不入 那如果要按照相似度 模型的话 那就应该推的是 推的是跟谁相似的产品 4号用户相似的产品 对吧 因为4号用户他跟他比较像 他这个是打了5分嘛 对吧 然后他又推了谁 是不是第3啊 对吧 所以012都打了5分 对吧 012都打5分 然后3号用户 这个3号用户 他俩都给分头很高 但他很低呀 对吧 这是两个东西 两个极端 对吧 两个极端的情况 但他也 但他也 他也 啊 手选0号是吧 啊 对手选0号 这个对是吧 那2号呢 2号也对是吧 3.8分是吧 因为他他打分数啊 5分是吧 那1号呢 1号是3.4分是吧 1号3.4分 哎 差不多是不是 其实应该手选2号 为什么手选2号 2号有4个买 而且分的5号 不 你得看他呀 2号的话 他5分 他5分 他也5分是吧 对啊 应该手选2号 应该手选2号 他手选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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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够买4 那我们让他买3 要吗 我们给他买一个产品吧 我们买的是哪款产品啊 他不是跟4号很像吗 是吧 让他买3.2产品不得了吗 买3.2产品得0分就得了呗 对吧 咱们看他先推谁吧 是吧 能有意思吗 是吧 5号用户买的是3号商品 得了0分 然后我要推荐给谁啊 推荐给5号用户的商品 给他推8款产品 因为一共是7款产品 是吧 结束了啊 把号码用户 但都有0分 这个不太合理吧 那都是不值得推荐的吧 2 6 3 1 5 0 4 2 6 3 我们看一下 让他和4号相似是吧 但他买3号了呀 对3号0分啊 但他不买了这个 1 2 0 1 2号吗 人家都给5分啊 但他也没有推荐啊 所以他根本不是相似度模型的吧 这不是按相似度模型推荐的 对吧 那么我给他这个字啊 我们给我给他一个2号吧 对吧 再让他买款商品 这是5分是吧 对吧 他是5分 然后我们再计算 给爸换什么 哦 这个数据就比较准了 看到吗 是吧 你看2号商品 他买的是几号商品 他买的是3号吧 哦 他买的是2号 2号和3号是吧 那他买2号的话 2号先推 然后5号呢 5号在哪呢 在这呢 他都没买过5号是吧 他要先推5号 为什么 因为他给5分了是吧 他给的是5分呢 2.7 这也不是平均值 对吧 这多少 这是1是2.5分 6是2分 0号商品是1.7分吧 对吧 其实这就不太合理了 这还不如用什么 用皮尔森那个摩浩特 算的更合理一些 对吧 因为这里边明显明显一个情况就是 5号用户 他跟谁很像 他跟4号用户非常接近 对吧 那么就应该优先选择谁 4号用户的行为推给他 对吧 应该优先选他的 不过他有一种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数据量太少了 对吧 我们让他跟谁呢 跟这个 大家看一下 1号和2号是不是很相近呢 对吧 1号和2号是比较相近的 那么看一下1号 1号他的打分 哪三款产品比较高啊 应该是2号 3号是吧 对吧 23号 那么我让5号 我让5号呢 也买了0号商品 对吧 还有谁呢 还有就是2号商品 可以吧 0号商品和1号商品 他们打分分别是1分和2分 我让他的行为跟1和2很相近 可以吧 这样的话我们看他推荐是不是合理 所以他0号商品打几分 打1分 1号商品打几分呢 打2分 对吧 然后我们算一下 他跟1号2号的推荐行为 是不是相类似 他是购买行为嘛 对吧 来看一下 对于5号用户来讲 5号用户他给出了2号的推荐 这个还不错吧 是不是4.0啊 对吧 因为他只买了0号和1号商品 是吧 但他先推的是谁 先推的是2号商品 是不是 给了4.0的推荐 然后3号商品推的是3.2吧 对吧 3号商品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啊 3号商品对于1号来讲他打了5分 他打几分 他打4分 是这样吗 对不对 他不打4分吗 对吧 那么如果他打4分的话 就明他也值得推荐 对吧 他也推荐 然后再看一下4号商品 4号商品的话是哪个 是这个是吧 那么2号没有买 1号打了5分 3号打了3.0分 对吧 这个要稍微次一点 是不是次一点 然后5号 5号的话谁买了 只有他买的是吧 5号买的话他得几呢 1.9就是2.0 2分吧 对吧 他推荐是2分 因为这里边有人没有买 是这样吧 有人并没有买 所以这里边也可以使用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量有点小 他找不到什么 与之相类似的这个用户群 对吧 如果要找到相类似的用户群 他也能推荐出来这个数据啊 这样就ok了 但是我们如果要真正推荐的话 我们应该把什么滤掉 是把这个用户 他已经购买过的商品 已经被滤掉了 对吧 所以你就应该去排除 对吧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去除操作 这样就ok了 那么我们说在模型这个方法当中 他除了能够直接推荐商品之外 他还可以干什么 他还有个叫recommend user 什么意思 就把这个商品推荐给哪些用户 我们是刚才是什么做啊 我们是刚才是想向用户推荐哪些商品 就像你到店里去买东西 对吧 买黄金首饰 店员就告诉你 你可以买这个这个这个 推荐吗 是吧 他推荐你买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他有他专门卖 专门卖玉器 对吧 比如卖手镯吧 这么多人 我要向谁推销呢 是意思吗 对吧 我是卖手镯的 我就一款商品 我要把他卖给你们 这么多人 我得选几个人出来 对吧 得靠谱的嘛 不靠谱的话 不推啊 所以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recommended 什么 user 叫推荐用户 把谁推给他 把产品推给他 那第二个是多少个人呗 对吧 所以推荐用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向用户 对吧 向用户什么 推荐商品 向用户推荐商品 你还可以推荐什么 N款 是吧 推荐N款商品 款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将 将某款商品 应该是指定的 将指定 将指定的商品 推荐给N个用户 用户 那里吧 那么我要推荐几个用户 呢 一共五个用户吧 是吧 一共五个用户 那么首先 我要推荐给五个人 你要把哪一款商品 哪一款商品 对吧 向他们推荐 我们看推行 哪一款商品买的比较多呀 它是吧 它是不是有四个人买啊 都四个人买了 他也买了 他也买了 都四个店头吧 对吧 但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号 三号 一号也买了是吧 一号有四个人 二号也有四个人 那咱来三号吧 对吧 我要看一下三号商品 给我推荐的话 它会推荐几个人 对吧 所以这个value RES 那你想想 三号商品 都谁打的高分了 三号商品打高分的都是 一号 还有谁啊 还有四号 三号吧 对吧 所以他应该优先推给谁 一号和三号 对吧 但是这俩人 他是零分 但他也买了呀 没错 他也买了 上账了 差评 这就是差评 买完之后是差评 看一下 这是五个人吗 因为就五个用户嘛 这五个用户 首先看一下 他先向谁推的 都是三号商品 都是三号商品 对都是三号商品 这是一号用户吧 一号用户 对是吧 都是三号 这个吧 三号商品 一号用户是五分的 没错是吧 三号用户呢 四分 三十九是吧 五号用户呢 五号 五号跟谁一样 五和四一样 对吧 后来不改用户 一号 对 五号后来改用户一样一样 那他有多少 一样是吧 五号用户 他推的是三分 他推三分 还有三号用户 二号用户是吧 二号用户他得几分呢 1.6分 对不对 1.6分 还有四号用户 四号的话是他吧 0分 对吧 他0分 就他已经找到什么 找到相关的信息了 对吧 所以推荐的话呢 他可以指定向用户推多少商品 也可以呢 向多少用户 向多少用户推荐一款产品 对吧 或者把一款产品 推荐给多少用户 这都可以 那么他的推荐过程的话 你要看的话 就看他的原代码 这是产品特征是吧 这次矩针向量是吧 矩针因子 矩针因子模型 然后他有推荐 然后做变换 这个太麻烦了 这个一定很麻烦了 哎 这咋进不去了呢 这个不要进吗 无法看成原代码 你看 这奇怪 scala不能导好吗 这个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什么意思 他说推荐产品级给用户级 是吧 他是让用户级和推荐商品级 那么这个参数写几样 我们随便给一个吧 对吧 还有推荐用户 给商品 那这个就没有参数了 是吧 他还带一个参数呢 看一下说明 哦 他是所有用户 对吧 他是推荐 TOP 是吧 就是热销呗 对吧 推荐这个 TOP N的商品 给所有用户 就是向所有用户推荐前几款产品 所以 对方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RES是吧 他这应该是参数几样 应该是向所有用户 推荐三种 商品 三种商品 那他 如果要是所有用户都推的话 他应该推哪三 哪三 哪三种 是吧 这个还什么呢 21345 这是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商品吧 对吧 哦 对 这是用户是吧 然后向所有用户都推荐出入端 推荐三款商品 对吧 2号推几个 1号推几个 3号推几个 是这样吧 那他怎么应该迭代啊 对吧 对吧 那这也怎么迭代啊 放循环的话应该是 这是E是吧 是原主吧 对吧 那么原主的话我们可以打印了 这样的意思吧 对不对 打印的话呢 就是先打谁 我是不是先打印E的下滑线1啊 对吧 这是哪个用户啊 对吧 这是哪个用户啊 这是哪个用户呢 然后我向这个用户他推连哪些商品 我说话也在循环啊 我说话也在循环啊 是不是下滑线2啊 对吧 是不是又放一尺啊 对吧 能力也不 双行文 因为他是每个用户 他都 他向所有用户都推荐 我们刚才是指定的一个用户 是吧 对吧 向指定用户推荐N款产品 我们是向所有用户推荐N款产品 这个 这个 看一下 就不用一个个做了 对吧 看一下1号用户是吧 1号用户推荐N款产品 1号用户的话 谁比较高啊 123吧 应该是234是吧 对吧 没错 果然是234 都是5分 3号用户呢 3号用户是他 应该谁啊 234 234 对吧 然后4号用户呢 4号用户是这个 012吧 012吧 对吧 012 然后2号用户呢 2号用户的话是 2 5 6吧 对吧 256 5号用户呢 234 它跟你一样呀 对吧 对呀 5号不是 5号的话 5号它只买了两款产品 对不对 是吧 5号用户它只买了两款产品 所以说它推荐的话 你要把它的什么 把你买过的 滤掉 是吧 把你买过的东西滤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可以一次性把什么 把所有用户的推荐商品都列出来 那我想就知道另外一个方法了 是不是还可以推荐什么 发商品推荐用户 对吧 诶 我们刚才那是什么 刚才是发用户推荐商品 是吧 这次发什么 发产品推荐用户 也是N嘛 一样的是吧 那这个不是谁样的 OK 所以这几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继续调 这个模型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做 干这个事情了 对吧 对吧 那么你看一下那个 我们说淘宝 淘宝最下边它是不是有个推荐的 就这东西 是吧 就猜你喜欢 那么你像这些东西 就是你在上网的时候 它会推荐给你的东西 对吧 京东它其实也有的 京东 或者亚马逊吧 对吧 亚马逊 百度有没有 百度也有 百度新闻是吧 百度新闻它会给你推荐什么 它会个性化推荐 它这些字嘛 这些就是你所感兴趣的这个 消息 对吧 这都是什么 都是推荐的手法 那电商网站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比较常见了 怎么实现呢 就通过它来实现 抓到以往的数据 对吧 比如说购买数据 然后通过分析它的什么 这些购买行为 还有评分 然后找到什么 找到合适的一个 一个分值 对吧 把这个商品推给你 所以可以说这个推荐的话 用的是最多的 对吧最多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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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